大陸網絡要維穩,小之鋒被老鬱啊 2012年是大陸動蕩的一年 越來越多大陸人通過互聯網來照上街對抗中共 積屬國務英的中國社科院曾發表2013年社會藍皮書 裡面竟然特別提到一件事 在香港國民教育教材風波之中 12萬人遊行 最初竟然是由黃之鋒等三個中學生在Facebook網站發起的 作為借屬國務英的機構 竟然連小之鋒的封字都寫錯 還有正確應該是7月9萬人上街 之後9月再12萬人為政總 還拿反國教來和烏陷事件相提並論 叫中國政府應該看著網上民意 優助緩和社會對抗實現為緩和 他還說加強立法規管互聯網是國際發展趨勢 雖然反國教運動暫時高一段落 一個社科院還公開討論 更加將反國教第一次官方定性 他還說是社科院錯誤形勢 他還說是社科院錯誤形勢 他還說是社科院本末倒置 如果這件事沒有人關心 不相信可以牽起這麼大型的運動 更加擔心的是 中央會尋守監控香港網絡 可謂一國兩制 又怪得警官那麼害怕 因為反國教集會那天 有很多官方智囊來香港看立法會選舉 剛巧被他們親身見證 部分人還感到極之震撼 加上社科院報告說 更六成大陸年輕人不滿意社會狀況 隨著互聯網普及 不控制網上輿論大陸隨時包反國教翻版